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到的是 威震集团前董座无名答案 他在前天下午5点 在北市大同区的天龙三温暖遭到枪击 而33岁的彭信枪手犯案后随即自行投案 昨天做完笔录之后就已经移送士林地检署 而彭信枪手的正面罩也曝光了 他身穿着要价3万元的PradaT恤 还有运动鞋 长裤 脸上戴着口罩 神情自若的走上警车 那么经过漏夜开庭之后 法院稍早裁定收押警戒 身穿要价3万新台币的名牌上衣 神情自若的步上警车 他是在天龙三温暖外埋伏一小时 对威震集团前董座无名答连开5枪的彭信枪手 10日傍晚威震集团前董座无名答 一击贴身司机遭枪手伏击 33岁的彭信枪手犯案后随即到宁夏派出所投案 并依杀人未遂等罪移送士林地检署 彭信枪手声称是因为被无名答的小弟收保护费 心声不满才会前往埋伏 但警方对于彭南的说法持保留态度 士林地员表示 审佐本案诸多疑点上代厘清 且被告对社会治安构成重大危害 因此裁定自11日起积压境界 枪手到案后表示 是因为不满投资的咖啡厅被吴明达的小弟收保护费 但是咖啡厅的老板娘出面驳斥说法 只说说根本就没有被人恐吓 枪手是咖啡厅的股东 但是不常出现在店里面 北市天龙三温暖10日下午发生枪击案 前威震集团董事长吴明达以及贴身司机 手脚共计中了四枪 枪手到案后表示 是因为不满投资的咖啡厅被吴明达的小弟收保护费 才愤而埋伏开枪 但咖啡厅老板娘出面驳斥说法 指出根本没有被人恐吓 枪手虽然是咖啡厅股东 但不常出现在店里 20日发生枪击案时 接近晚餐时间 老板娘正在厨房准备食材 所以并不知情 事后警察找上门才知道 棚南变成枪手感到相当压抑 我看到新闻我也觉得很压抑 我们这种就是咖啡解餐 干嘛要说话 有朋友的朋友 有朋友的朋友 对啊 所以刚开始就是来这边吃饭 你就这样子 你就小粉筋 好 那这的房子你多少 就是他是其中的 但是也很少来 然后但是人其实是蛮好的 就我们也看不出啊 他有什么意思啊 警方发现棚南都在胡说 目前正针对棚姓男子 求姓妻子 以及替棚移动犯案车辆的 蔡姓男子 进行个别征讯以厘清相关案情 不排除有幕后藏进人 并持续追查下落 北市天龙三问暖枪击案 也让北市警局动起来 展开为期十天的 进城扫黑专案 对黑帮组织相关据点进行查棄 而枪击案的发生地 也是警方重点的领检之一 把后面的过来赶快 穿着性感的小姐 个个露出眉腿 全部排排站好 规规听从警方指示 因为台北市大同区日前发生枪击案 为政集团前董事长吴明达遭袭击 为此北市警局昨日展开 为期十天的进城专案 针对黑帮组织相关据点进行查棄 也针对治安顾虑场所扩大领检 今日凌晨中山分局动员76名警力 前往林森北路上的酒店领检 高达160多位酒店公关接受盘查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这些小姐们穿着短圈高跟鞋 全部排队站好 露出一双双眉腿 接受警方的盘查 这些帮派组织的这些成员 他们的积极的处手 坛口或他们的医护 营生的这些行业 我们来前面的来零检扫荡 这就让我们关注到 林世杰枪击案的后续 民进党台南市议员林一婷的父亲 林世杰八日遭到枪手近距离枪击 经过紧急送一抢救后 仍宣告不治 而枪手犯案后逃亡至今 已经到了第三天 警方在昨天下午1点15分接获线报 有民众检举枪手疑似 藏身在三多路一间半套店中 而且还声称是神明的指示 没有想到警方到场之后 却发现只是乌龙一场 警方指出林雅分局勤务中心下午1点15分 接获民众报案 检举台南枪击案再逃主贤 就藏在三多路某经营场所 警方获报后不敢大意立刻派员前往现场 一度准备部署警力攻坚 没有想到现场再次致电电报人联系消息 问来源时 对方却公称是神明指示主贤藏身在该处 令警方一头雾水 后续入内调查后确认枪手并不在店内 全案为乌龙报案 而警方表示林雅分局与前证分局 共出动警力大约10名 而乌龙举报的检举人 恐怕已经涉及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 可处居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的罚还 字幕统长 字幕统长 给我支持最近